到底是谁想害我 往事的幽灵让恐怖从生 小灵啊 我没有想把你置于死地 无法解开的心结 正面照上 我就向他等他 小灵 无法面对的悔恨 我没虐待你 可是说不定 让胆小如蜀的他成为复仇者 小灵 小灵 我会永远陪着你 再也陪着你离开 无法蓝幕剧 古镇集团 同学会下集 现象诡异 哪里 开堂有真相 那胡尔马上就被勾走了 眼盲 还是心 无知 成为无畏者 魔争 这种恐惧 那是被他胡来 被他拒绝的恐惧 图法栏幕剧 系列剧 古镇其谈 世上粉无鬼 垂人 思想之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幕剧 我是主持人 王小蕾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古镇其谈的系列故事 我们这个故事叫做 同学会 今天是下集 故事讲的是 阔别多年的一些 高中老同学的一次同学会 地点选在了一个 山庄度假村 组织这局的人呢 叫做齐向伟 人称是伟哥 这个人性格很张扬 来参加聚会的 还有齐向伟的老婆 罗倩 罗倩的表妹 罗颖 另外还有齐向伟 以前的两个跟班 一个叫毛猴 还有一个刚刚 医科大学毕业的耗子 这些人在高中的时候 关系很不一般 现在十年过去了 大家伙坐在一起 那当然应该是 推背换展啊 勾肩大背啊 聊得很开心 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居然发生了一系列 不可思议的事情 让他们多年来 一直讳莫如深的秘密 重见天 什么事呢 十年前 高中生 齐向伟和毛猴 为了帮助罗倩出口气 绑架并且殴打 他们的同学 董小林 齐向伟还用摄像机 把整个过程拍了下来 后来 董小林自杀 那么现在聚会上面 重提救世 气氛就变得很诡异了 当初参与绑架 并殴打董小林的人 接连出现了意外 胆小怕事的耗子 首先声称看到了 董小林 毛猴诡异地死在 齐向伟的床上 齐向伟也意外地 被人从天台上 推了下去 当然 这不是什么鬼做的事情 所以齐向伟和罗倩 都觉得这一切 就是早早地离开了 他们的罗颖干的 可没想到罗颖 早在聚会的当晚 就掉进了河里 溺水昏迷 那么这一切 到底谁是幕后的主使呢 伟哥 别害怕 是这样的 伟哥呢 想请你帮个忙 伟哥 你别逗我 我能帮你什么忙 这样的 你看 倩倩呢 跟小莲之间 他们俩有点矛盾 我就想让你当个中间人 然后呢 把她叫上 把这个事情解释解释 就这样 我 我们约她吧 她不出来 你看她马上就高考了 我学习春经不好 我爸我骂我 我就想着把她约出来 给我补习补习 可是伟哥 亲姐 我去约她 她能出来 哎 我的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 你看她冬小林 她这里看过谁啊 她就对你笑 我告诉你 她喜欢你 大家都知道 你批你问 哎 真的整个学校都在议论 她家伙都特羡慕你 就你自己不知道 是不是啊 你不信的话 你把她约出来 你跟她表白 问一下她的态度 顺便把我那事提一下啊 这不一句讲得了呀 不是浩子 事情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你就别再推辞了 啊 就是你帮帮忙吧 帮帮忙 我说这个学习 兄弟 帮个忙 哥们啊 帮忙 帮忙 好 伟哥倩姐 王虎哥 我帮 我帮 但是 我也只能先试试 我也不知道 到底能不能约出去 我能等你的好消息 定了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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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中午两点 我们顾桥上见 好 好 好 如果 如果 暂时好上 我去下里边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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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 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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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真正果然有笑啊 啊 你不是笑了嗎 你也會哭你也會叫啊 這樣吧給你個機會 你現在呢給我會啊 快三個小時我就饒了你 怎麼樣啊 怎麼樣 要不你趕緊你欠你福哥吧 你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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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嗎 是一胡說啊 看完了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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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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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哥我求 我求你衛哥 這事就這麼算了 這這麼算了 衛哥 我求你了 我求你衛哥 衛哥 算了我求你了 我求你衛哥 算了衛哥 不是哥們 你可別忘了 你爸還在我們家工作呢 你別亂說話 你想想 如果你爸丟了工作 你的學還幹不上嗎 又有我 我求你了 我好想 disag 在上課之前告訴大家一個不幸的消息 今天早上我們的同學董曉凌跳回直轄了 我还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老师 怎么回事 老师 她为什么要自刷呀 是这样的 附近的云民呢 在河边看见她独自徘徊 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跳下去了 什么也得说 我知道 附近 我才不会说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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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咱们为什么要晚上来这儿啊 废话 白天不是有人能看见 那你都是挖头没有啊 昨天 手机用明明就正在这个位置了 没有了 干嘛咱们的事 被发现了 老公 要不你再挖点 再挖一点 走 干什么 干什么 妈给她这样 这儿呢 躲下 少老公 她问你 发现了模糊 跟尸体怎么办呢 怎么办 关不来那么多了 走 走 走 老公啊 我在收拾这些东西 咱们要走 真不想这个地方带你了 怎么走 调修好了吗 喂 喂 老尹啊 没事儿 我就问问 你们还在抢修那个桥吗 那大概什么时候能抢修好啊 行行行 只要抢修好了 第一时间就通知我行吗 不管多晚 什么时候都行 只要能通知我 谢谢老尹 谢谢谢谢 老公 只要桥修好了 咱就第一时间离开这儿城吧 这鬼地方太邪门了 到底是谁想害我 到底是谁 还用饭吗 董晓菱 一定是董晓菱 小灵啊 灾天之灵 听我跟你解释啊 我当年不是故意要害你的 我没有想把你置于死地 动手的都是猫猴 打你的是他 羞辱你的也是他 跟我没关系 你别来找我呀 以后我每天都给你拜佛颂 我替你抢修 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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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怕的不是董晓菱 也不是什么鬼魂 而是警察 别乱说话你 你发现 你发现再把董晓菱 临身躲了怎么办 啊 灿晓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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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来找我 我不是我才想不到她 就别来找我了 哎呀 是我 小水果 哎 耗子 有事儿吗 维哥 那个毛猴一直都没有回来 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他一个大男人 能出什么事儿 是不是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他一个大男人 能出什么事儿 哦 那个屋 我实在不敢回去住了 维哥 我们今天三个 就住一个房间吧 哎 不是 我说 行了 就让他进来吧 多一个人 我也没那么害怕 对对对 人多安全 人多安全 你自己打电话啊 被子里边 哦 好 好 刚才吓死我 别怕 老爷 真的 哎呀 哎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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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公 吓死我 吓死我 什么事儿 脚修好了 咱现在能走了 快走 走 办怎么办 你管他干什么呀 董晓菱真要是来复仇的话 咱怎么知道 得拉一个天背的吧 行 你说什么就怎么了 就是 唉 静点儿 老公 我把车开过来 你在这儿等我啊 那你快点啊 老公 老公 我把车填门口了 你在哪儿呢 老公 老公 你吓死我了 你干吗呢 你死我了 该走了 你别在这儿等会儿 你死我了 你死我了 你让开 你干吗呀 你死我了 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是谁报的警 是谁报的警 是我 还有我 能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这几天 我们几个同学 都想起出了事 我昨天晚上实在是太害怕了 我就跟他们俩住了一个房间 大约三点钟的时候 我们实在握不住了 就睡着了 我是被罗倩的海声惊醒的 等我醒过来 屋里就没人了 门也是开着的 我就跑出来 跑出来的时候 我正好碰到胖子 我们跑到下面来 就看见伟哥 倒在这个地方 他的背上插着一把刀 罗倩一直在尖叫 我踏了120 并报了警 对 罗倩的喊叫声 惊醒了我老婆 我老婆叫醒了我 然后我们一起出来 刚好看到她也出来 然后顺着罗倩的声音来到了这 昨天晚上我们刚好接到一起报案 从山里中我们发现一具尸体 根据死者身上的身份证 我们检查到 他就是这个度假村的保安 这个人你们看一下 认识吧 莫菲 莫菲真的是董晓琳回来复仇了 一定是董晓琳 那天晚上我看见她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我看到她了 你听说 你听视频上出现的那些人 浩子 马虹 美哥 姐姐都出了事 只有 只有前天晚上 九点钟 从度假村出去的罗影 现在还没有消息 等等 你刚才说 前天晚上你们有同学 九点钟离开度假村 是男同学还是你同学 你把她的外貌和衣着特征 给我描述一下 是女同学 大概有 一米六五 穿着 白色的上衣和牛仔裤 前天晚上九点三十八分 我们接到一起报案 附近渔民在河里救上了一个女人 她的外貌和衣着特征 和你刚才说的罗影 特别相似 好了 我们去医院验证一下 罗影也出事了 看来真的是董小玲 我害怕 我们 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太阴了 董小玲 我们没有得罪你啊 千万别来找我们 小玲 不要来找我们 不要来找我们 请大家冷静一些 请大家一定不要相信 这些鬼魂索密的说法 一定是凶手利用这个 来达到转移视线的目的 请大家协助我们调查 下面我们去医院认人 你在哪里 我去医院医院医院员住 警察同志 你们这么多人 现在病人情况很不稳定 你们只能进去一两个人 我去吧 好 那我们进去吧 谢谢我 我爱你 耗子 你是不是也想回去啊 车单就在前面不远 十点钟之前都有车回家的 我不走 我要永远地陪着董晓菱 董晓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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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小孟 她跟你无怨无受 董晓菱 你为什么把罗倩欺负 这么些年 你难道就不愧疚吗 你神经病啊 我为什么要感觉到愧疚 是罗倩她要收拾董晓菱的 欺负董晓菱的人 是罗倩和毛猴他们 再说了 你不是也在现场吗 毛病 我愧疚 我告诉你 我每天无时无刻不在场 我同学你也告诉我 你也愧疚 你也忏悔 你还记得这里吗 这也就是这条路 她夺走杜晓菱的性命 她的婚 她还在这条路上飘着 你好无你的良心 你怎么会一点都不感到愧疚 你为什么 你怎么会不愧疚呢 你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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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愧疚 你为什么不愧疚 抓住我 抓住我 老子 救我 老子 老子救我 求求你 求求我 求求我 我 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我 求求你 你别动了 求求你 求求我 求求你了 求求我 我最后问你一遍 董晓菱死了 你真的没有愧疚过吗 我 我 可爱都什么时候 你也跟我说这些 我求求你把我上去 我不想像她一样 她的短笔笔 你把我上去 我都要完了 你确认一下 她是不是你们的同学罗姨 没错 就是她 怎么样 是不是罗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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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这个地方不能带 老公我们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 老公 那我先走了 好 我去看一下罗姨 你去查两个事情 走 我们边走边说 你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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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不要老姨 我再也不跟她 我求求你 你别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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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得怎么样了 有一好一坏两个消息 坏消息是 齐相伟背后的那码刀 大巴上 只有她自己的指纹 好消息是 那具尸体是死于脱中毒 是死亡以后 被人脱到荒野掩埋的 我回忆 这几个案件 是同一个人所为 如此紧密的作案 到底是因为什么 走 通知所有同学们 到局里做客供 是 老公快走 这地方最恐怖了 快走快走 等一下 等一下 大家暂时还不能走 请大家配合一下 警察同志 我们已经很配合你们了 该说的都已经输了 再输了 连也不是我们杀的 凭什么不让我们走啊 万一我们在这边出了什么事情 你们负得去责任吗你 对啊 对啊 我们在这儿 在这儿 请大家冷静一下 不是我不让各位走 而是希望各位 配合我们调查一下 调查清楚之后 就可以离开了 你们都到齐了吗 你们的同学浩子呢 是啊 是浩子呢 他怎么没在这里 刚才走得急 你没看见他呀 糟了 按照凶手的法案手法 下一个找毒手的 很有可能就是浩子呀 好 这张同志 麻烦你们帮我们 找一下浩子吧 这出事怎么办呀 找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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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冷静一下 你们先上车 我们的车就在门口 我们进去找 好不好 好 上车吧 好 方队 这位是浩子的房间 行李还在这里 人一定没有走远 我们让局里再派人过来 兵分几路 再找 是 好 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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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走 我送你到医院去 我们要严重啊现在 我们要严重啊 请你们安静一下 她需要休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会真的是董小林下的魔咒吧 那她 那她真的是死神来了吗 死神来了 死神来了 请各位同学安静一下 怎么样 方队 已经合时了 好 各位同学 请你们先回去 我有事情想单独跟她谈谈 好 警官一定要找出凶手 一定要找出凶手 放心 放心 请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凶手 好 你们先回去吧 先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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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走吧 拜托老警官啊 好 好 在董小林的坟前 你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是谢谢 你是感谢我们 及时赶到救了你吗 没有 是因为你叫了我的名字 而不是叫我耗子 已经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了 万芳 我知道你是学医的 怎么样 毕业了吗 今后有什么打算 毕业了 很快就要工作了 当一个医生 是个医生的梦想 你撒谎 你根本就没有毕业 因为实行期间的一次意外医疗事故 让你失去了毕业的机会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当医生 是 看看你们把我查清楚 是 我是没有毕业 但是当医生 真的 真的是我医生的梦想 我没有撒谎 你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聊聊的 比如说 毛志强毛猴的死 奇象为的伤 是我干的 统统都是我干的 第一个是罗瑶 我求求你把我上去 他竟然连一点回恨 你跑不上去 我没有救救你 今天就夸 我划伤自己的事 只在我看到董小林的假象 这是我房间的榜卡 一会儿到我屋里用我的电脑下集网片 下下来 再后来 我用U盘 替号到电脑里的视频 将会一场世界大长汉 快 快 没想到董小林生前 竟然有这样的走路 接下来 我肚子都走 你被毛猴尸体的时候 你的血迹 不小心沾到了毛猴的衣服上 就是这一点 为我们破案 找到了突破口 这种一般人接近不了的巨毒化学品 你作为医学院的学生 想要得到 并不费力 这个医生常用的手套 便是你消除指纹的最好工具 我说的 对不对 没错 我做过 豹子 为什么 说说吧 为什么 替董小林报仇 可是 请说当年 你也参与了虐待董小林的事件 我参加了 但我没虐待她 我爱她 正面朝上 我去向她表白 小林 可是是我把她害了 我把她害了 她如果不来负我的孕 她就不会被他们欺负 我不会被他们侮辱 是我害了她 我害了她我对不起她 她死之后 她死之后 我每天都活在深深的自责之中 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就想逃开那个地方 逃得远远都越远越好 我就拼命地读书 终于考上了外省的医学院 我们也查到 你在校期间成绩很优秀 一直拿全额奖学金 可你怎么会在实习期间出现疏忽呢 这就是秘密的捉动吗 8月2号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 一个长得像极了东小明的女儿 送进了我实习的医院 她还被她男朋友打到遍天里上 看着那个女孩 我满脑子都是东小脸 我甚至被彻底扰弯了 就这样 出了一辆事故 我霸凌中间 拿着我的手 祝福我 一定要当个有良知的医生 可现在 我连医生都当不了 从那之后 她的医生 我万年去回来 本来还想 让林四千给这个千年古镇 留一个谜案 让董小林复仇的说法 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可没想到 百密一书 法网挥挥挥 书而不漏 用在这里更合适吧 你是不是想实施完所有的计划 就到董小林的坟前割腕自杀 我没有实施完 自杀也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 本来现在 我就跟小林在一起的 我可以陪着她了 可是你破坏了我的计划 可是你破坏了我的计划 我可以陪着她 如果是的 心想诡异 哪里猜疼有真相 那活马上就被勾走了 眼盲还是心眼 无知成为无畏者的魔神 这样的恐惧 那是被他胡理被他拒绝的恐惧 无法栏目剧系列剧 五镇其谈 世上奋无鬼 垂人思想之 大姐来两根饼 加弹加肠的 干啥呢 你说打开的车你 你喊什么 你说给我下来 别碰 你碰不碰是 警察上场 案情水落石出 所谓什么鬼魂索命的传言 当然是不攻自破 落水的罗影经过救治 基本康复 内心也多了一份 欠救和忍悔 疯癫的罗倩和重伤的齐向尾还在积极的治疗当中 不过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凶手竟然是胆小如鼠的耗子 十年来耗子对于董小林的深深的自责让他心里产生了扭曲 最终他选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害人 害己 这耗子堵死了毛猴 以及耗子从天台上故意把齐向尾推下去 都触犯了刑法232条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 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耗子还从背后捅了齐向尾一刀 虽然这刀不致命 但是刑法234条当中有明确的规定 这属于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如果这个行为致人重伤 处三到十年有期徒刑 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 致人重伤或者严重残疾的 可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 所以这耗子呢 属于多次犯罪应该加重处罚 那当然还要明确一点 罗颖跟耗子的争执过程当中 意外地掉进河里 本来已经抓住罗颖的耗子 这个时候就已经对罗颖的人身安全 产生了一种义务 但是他却主观地选择了松手 这个呢 其实也触犯了刑法232条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 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十年前 一起校园暴力的事件 酿成了今天的惨剧 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警醒 校园暴力呢 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 任何一种形式的校园暴力行为 都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都应该被彻底的制止 因为校园暴力行为呢 一方面是严重地影响到了 校园的正常的教学秩序 更严重的是在于 校园暴力行为本身 对于青少年身心的成长 包括对他们未来的这种 心理的成长 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校园暴力行为的受害人 在心理上可能会形成 一种难以弥补的阴影 而施暴者和旁观者 同样也是校园暴力行为的受害人 对于施暴者来讲 大多数的校园暴力行为的施暴人 他们内心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 有心理问题 包括家庭的残缺 爱的残缺 自我认同的缺失等等 而这些如果不能够得到 及时的弥补 这样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 极有可能会形成犯罪人格 而另外一个方面 校园暴力行为的旁观者 也会因为这个事件本身 受到内心强烈的刺激 以至于他们的内心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面对校园暴力行为 我们也呼吁我们的学校 社会 包括家长 能够积极地行动起来 正视这个问题 重视这个问题 也希望学校和家长 能够做好合作 把校园暴力行为 彻底地从校园当中清除出去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